就是像某些植物汁液 例如像是 柠檬、柑橘、香菜、芹菜汁液 中所富含的湖南香豆素 有时候我们这些汁液 沾在皮肤上没有清洗干净 接受光照刺激以后 就可能引起皮肤的发炎变色反应 一般来说所谓的紫外线过敏 其实更正确的来说 应该是皮肤对于紫外线 产生的一些异常反应 它其实是一群疾病的总和 而不是一个单因的疾病 在临床上我们会把它分成四大类 第一大类是所谓的 后天自发性日光性皮肤炎 某些体质的人会对日光产生过度敏感的反应 代表性的疾病像是了 多情性日光疹 日光性褚麻疹 日光性羊疹 还有慢性日光性皮肤炎 第二类是所谓的 药物或是化学性物质 引起的光敏感性皮肤炎 那在药物或是化学性的物质 接受光照刺激以后 会引起光敏感的现象 依据这些物质的来源 可以分成内阴性以及外原性 内阴性的代表疾病就是所谓的 子质症 外原性的话则又可再分为 光毒性的反应跟光过敏的反应 第三类的疾病的话呢 则是不是因为紫外线直接引起 而是因为日光会造成 恶化的某些皮肤疾患 像是自体免疫性的红白性狼仓 皮肌炎 或者是像是非常知名的 酒糟皮肤炎等等 第四类的疾病呢 是因为患者的先天基因修复能力有异常 而无法修复紫外线造成的DNA损伤 这类的患者因为是先天基因缺陷的关系 所以通常从小就有症状 皮肤有可能会发生一些癌变的现象 代表性的疾病是所谓的 着色性肝皮症 就如同刚刚前面所提到的 有一些皮肤的光敏感现象 可能是因为外来的药物或是化学性的物质所引起的 那这类的反应的话 大致可以分成两大类 第一类是所谓的光毒性反应 也就是药物或是化学性物质在接受光照催化以后 会形成某些物质 去造成皮肤组织的直接伤害 那代表性的状况就是像某些植物之一 例如像是柠檬、柑橘、香菜、芹菜汁液当中 所富含的湖南香豆素 有时候我们这些汁液沾在皮肤上没有清洗干净 接受光照刺激以后 就可能引起皮肤的发炎变色反应 第二类是所谓的皮肤光过敏反应 那药物或是化学性物质在经过光照催化之后呢 会对皮肤的免疫系统产生刺激 而造成免疫系统的过度反应 这类的代表性物质包括了像是某些香精、清洁剂、沙虹剂 或者是像我们的一些清洁用品当中添加的抗菌剂、三绿沙 都是可能会引起这样的状况 刚提过光敏感疾病其实是一群疾病的总和 而不是一个单一的疾病 因此不同的疾病诊断就会有不同的皮肤症状表现 也会有轻重缓急的区别 一般来说光敏感现象造成的皮肤症状表现呢 通常发生在外露的区域 例如像是头颈部或是外露的四肢部位 在这些地方的皮肤可能会出现红疹啊发痒啊的情况 相对来讲皮肤受到衣服遮蔽的躯干部位呢 就会没有症状或是症状非常轻微 两者之间常会有一个明显的界限 如果有发生类似像这样的状况的话 就应该要找皮肤科医师进行确诊 如果怀疑自己有皮肤光敏感的现象 最重要的事情是寻求专业皮肤科医师的协助 唯有正确的诊断 我们才能够对症下药 那一般性来说的话 在急性期我们才会需要使用到口服 或是外用的类固醇来抑制皮肤过度的发炎反应 那如果是针对慢性或是长期反复发作而想要减少发作的频率进行控制的话呢 常会需要使用到免疫之剂或是一些特殊的光照治疗来控制 那其实最重要的事情是预防胜余治疗 针对像是后天自发性或是体质性的日光皮肤炎 或者像是因为日光会造成恶化的某些皮肤急患 或者像刚刚有提到基因修复能力出现问题的这些患者 其实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做好防晒的工作 防晒的方式包括了像是尽量避免在正午阳光最强的时候出门 第二个就是可以使用所谓的物理性遮蔽的方式 包括了像戴口罩、帽子、太阳眼镜、吞伞的方式 那最重要的事情其实是在外露的部位要记得擦上防晒润 防晒品的选择则应该选择广效、防晒系数高的产品 同时要记得要擦足量 而且要在适时的补擦才能达到好的防晒效果 那针对像是刚刚所提到 因为药物或是化学性物质引起了光敏感皮肤炎的话 则应该要仔细检视自己平时服用的口服药物或是外擦药物的部分 与你的医师讨论 有接触到像是清洁剂、杀虫剂、香精或是蔬菜之一的时候 请务必要记得将皮肤上残留的这些物质清洗干净 否则很有可能会引起光敏感的现象 其实具有光敏感体质的人并没有不能做医美哦 但重要的事情是要根据他疾病的种类、疾病的活性以及个人的需求 与专业的医师讨论评估后来选择适合的治疗项目 举例来说假设酒造性皮肤炎的患者在不稳定期的话 就比较不适合做会大量产热像是电波这样的治疗 或者像红斑性狼藏的患者 他就比较不适合接受会刺激免疫功能的这个胶原蛋白增生剂的治疗 那雷射的治疗其实也是一样的 在皮肤状态稳定的情况之下 其实可以选择适当的雷射种类、波长以及能量在需要的部位进行治疗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请按喜欢订阅并记得开启小铃铛哦